2021年5月16日 在观察者那边 议议了一篇 就是2021年5月15日的文章 我就会跟大家用中文本来讲一讲 题目就是 The coming global economic boom may have a sting in the tail 就说将来全球的经济增长 美后面可能有一条刺 他就说现在全球的经济正在被一个陌生的环境 全球经济的金融银级爆发之后十年 需求和消费的能力不足 一直就是最令人担忧的事 十年来人都不肯怎么花钱 使人担心 现在出现一个供应不足的迹象 现在就是做不及被人用 商品服务和人员的短缺 就意味着火爆的需求 会越来越缓慢地得到满足 即是说 现在这么大需要的需求 因为供应不足 就可能要很久才可以满足到 或者根本得不到满足 无法完全利用到现在的需求 已经有迹象表明 供应不足可能会引发令人不快的意外 从已打乱疫情之后 经济复苏的节奏 全世界再没有哪个国家的短缺 比正步入经济范围期的美国更严重 美国现在有非常大的短缺 现在消费者支出正以每周 8.10以上的速度增加 因为人要消费调过去 一年累积了2万多亿美元额外储备 而更多的刺激措施仍然陆续出台 其实这不是他们的储备 而只是美国大的银子 他们要花 所以这是一个假的刺激 当然这个刺激的引致 美国人有钱在手买买东西 因此现在需求上很急 而现在美国政府会继续刺激 所以会继续买东西 其实一亿到什么呢 无论到美国一亿到中国 中国就会继续出售 我刚才和大家说 中国本身内部的消费市场 现在这篇文章就说 是美国的问题了 他就说这一次经济的繁荣 正在产生两种不足 他称之为经济繁荣 其实这个是纯粹一个虚仗 政府靠人才刺激 在他自己本身经济里面 是没有真真正正的经济复苏在里面的 这个刺激引致美国人买东西 而买东西以外国的生产为主 对自己本身的经济是没有特别的刺激 不过没有理想 他们买东西当是经济 也都是什么 他说第一种不足是什么呢 现在就涉及供应链 由木材去到半导体 因为任何物资都不够 中美船运成本已经上涨了原先的三倍了 啊 说得对了 现在为什么中美之间的船运会贵这么多呢 没有其他需求量大 货贵回不出来 所以运费上升三倍了 前几十年商家从未报道过 好像现在这样严重的供应商延迟供货问题 还不及给你 在过去一年很多公司是削減了对物流的投资 封城的措施更加少 集装商的货船就割钱在岸边 现在商家正在从头开始 于是就出现了现在的现象 供应不足 其实中国的产能供应全世界 现在正在开足马力都不够了 第二种不足就是出现劳动力的市场 咦 不是美国那些失业率很高的 为什么会有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呢 他说今年四月 美国只创造了266,000个就业纲位 远低于预期的100万 或者更多个纲位 就是现在做出来的纲位数量才刚刚有26万人填了 但是职位的空缺率仍然是历史新高 就是现在有事没人做 而有人没有事做而不做 各公司都在努力填补职位空缺 想找人做 那么经济学家正常争论是否在慷慨的 失业救济金 令到人们不想找工作的理由 当然了 政府派这么多钱 需要做吗 所以这个可能是原因 由于旺盛的需求 撞上了紧张的供给 通货膨胀 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当然了 需求大供应小钱 价格上升 所以有通胀可能性 美国消费者价格同期上升了4.2 高于3月的2.6 由2.6升到4.2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升幅 这个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基数效应 油价在2019年时一样高 但比于2020年4月份高出272 当然了 去年大约这段时间 油价曾经变成负货 大家记不记得 所以 但是现在美国那边 央行和美国美联储 暂时不会再收紧银根 其实现在美元流到私上太多 这是问题 但现在不会收紧银根 会继续放款出去 也不打算收紧加高利息 所以现在利息非常便宜 大家拼命借 拼命洗 但是当利息回复正常时 这么大的负债 会引致非常大的利息要贪返 所以现在西方方面 只是将问题将来去解决 目前完全是触手无策 就是继续印银纸 做一个假的经济增长 这个假的经济增长的结果 益到什么呢 益到中国真真正正的 可以增加产能 中国的产能增加 也要在这里应该小心 一旦外国的刺激没了之下 可能有一段时间 那个需求就会下跌 因此在这方面 中国是要留意的 我希望那些大的厂商们 就明白这个问题 他们现在这是一个 短暂性的过渡时期的现象 就不要加大产能之后 将来要缩回 那时候就可能要面对 另一种问题 明镜会更低下格 明镜会更低下格